大体育馆好惨淡 我们看到今年的预算收入是600万 支出维护管理费是3000万 等于支出是收入的5倍 好 如果说你的收入有达到600万也就算了 但是今年统计到10月底为止 我们的场地使用费才收到了16万元而已 合理吗 他的场地收入只有整个预算的量 他每年却要花3000万的盈域管理费 不知道 市民知道这个真相 做何感想 我们当然认同 我们也支持市府做一些活络当地经济的这些行为 但是我们也希望您评估一下 是不是要让每年的市云主场馆的维护经营管理 都这么的辛苦呢 高雄巨蛋 如果说你担心抽成抽太多 那你可以比照高雄巨蛋 他们有抽成的订定上限 每一场的收入呢 他们上限抽成的规定是135万以内 所以大概平均每一场可以收275万元 我相信275万元好过0元吧 对于高雄市府的财库也不小不 不是大家经常在说 各局处都没钱吗 要修个路没钱呢 教育要再补贴没钱呢 什么都没钱呢 可是你可以这么的大方 让这些主办单位热身天团 随便来开唱 通通不收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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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